第1231章 神主杀鸡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很快 云彻的身上浮现出一层微弱的蓝芒 看到这抹蓝光成功护住云彻的身躯 穆幻之等人微淑一口气 但心脏依旧高高掉起 要是宗主在就好了 一定可以保云彻无事 穆幻之伸手 抹去额头不断留下的冷汗 放心 云彻的生命力极其顽强 不会有事的 穆幻云轻语一声 伸出手来 蓝光乍闪 远处 一把蝶形短刃清零飞至 在他手中闪动着纯净的寒光 未染半点污血 这 这不是宗主的阴蝶刃吗 穆幻之一道 他怎么会在云彻的手里 应该是宗主赐给他护身的吧 穆幻云御守清晚 将阴蝶刃收起 可是 阴蝶认识先宗主刘 先把云彻带回去吧 他的伤势不能再耽搁了 穆幻云声音带着担忧和些微的急促 穆幻之顿时顾不得即将出口的话 连忙释放玄气 将云彻小心地拖起 这时 区慧尊者从空中降下 来到他们身前 他看了一眼云彻的状况 伸手一推 将两枚十轮珠 推到了穆幻之身前 云彻伤势过重 神帝特许再赐予两枚十轮珠 以助恢复伤势 卫氏公寓 骆长生那里也会有两颗 说完 他又加了一句 下一站 不必勉强 穆幻之将两枚十轮珠接过 诚然道 谢神帝和尊者关怀 区慧尊者不再多言 转身离去 但眉头却是一直骤气 云彻和骆长生的伤 实在太重太重了 但 骆长生是神灵境巅峰的躯体 还经过太出神水的淬炼 身边有骆上尘 骆姑邪 这两个强大神主 身后还有着圣女界的庞大底蕴 这些 足够让骆长生 在两个月内恢复 还是完完全全的恢复 但云彻 银血界的底蕴 岂能和圣女界相比 他能不死 便已是不易 就算勉强恢复 也必定会留下极其严重的后疮 哪怕就此彻底废了 都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骆长生被骆姑邪带着离开 云彻也被穆冰云等人带离 但风神台 以及东神域的轩然 却是久久不休 这一战之惨烈 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此时回想起来 都有些悚然心惊 骆长生本就是公认的 东域四神子之首 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但他真正的实力之强 依然远远地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 先前他和军西类 水应月之战 看似已用权力 但实则 貌似根本连一半实力都未用到 而云彻 更是一次次经的 所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甚至接连颠覆他们的认知 面对实力 还要远超盛名的骆长生 他竟能与之抗衡 最后甚至艰难取胜 云彻与骆长生第一战 云彻获胜 而他的胜利 也决定着 问鼎之战虚佳赛一场 两人之间还将有第二战 而且就在短短三天后 云彻虽胜 但骆长生败了吗 并没有 至少在所有选者看来 云彻和骆长生第一战虽然结束 但两人之间根本没有真正的败者 他们都是拼到了最后一丝力量 最后一抹意志 甚至最后一滴血 决定最后胜负的 以根本无关实力 而是气运和天命 怪不得 骆长生和云彻 可以成为东神域最顶尖的选者 能拼到那种地步 得是多么可怕的执念和意志力 他们配得上这样的成就和荣誉 云彻打赢了骆长生 岂不是意味着 他已是新的东域四神子之首 看了这一战 我感觉两人谁都有资格胜 谁胜都是应该 也都有资格成为东域四神子之首 你们说 云彻在下一战之前 有可能恢复得过来吗 伤得那么厉害 会不会留下什么不可逆的创伤 比如 悬脉损毁什么的 不 不知道 不知道下一战 他们又会打成什么样子 云彻与骆长生之战后 东神域注定久久轩然 骤天老弟 你们东神域这一辈 可是出了两个决才经验的人物 龙皇一声赞叹 是啊 骤天神帝微微汗手 脸上浮现着一抹欣然 尤其是云彻 他有多非同寻常 已无须我多言 龙皇目光转过 饱含深意 如此英才 纵然不依靠传承 将来也很可能成为东神域的天空好日 若因他人陷阻和贪婪而夭折 可是东神域的天大损失啊 骤天神帝脸色肃然 缓缓点头 至少骤天神境三千年 骤天定可保他无恙 到时 他若真正成为龙皇口中的天空好日 自当无忧 两人的交谈 其他神帝也自然听在耳中 无论旋力境界 强度 厚度 骤长生都胜过云彻 而且胜过不止一筹 但云彻却是奇招百出 大部分时间反而压制着骤长生 还有最后忽然爆发的力量 这些 连我都难以理解 云彻此子 究竟是何来历 连父王都说出难以理解四字 其他人自然更为好奇 千叶影低语 言语间一片平淡 毫无波澜 但这里是骤天神界 自然要遵从这里的规则 三日之后 云彻和骆长生两人之间 还会再战一场 父王若想解心中之祸 还是等玄神大会结束之后吧 骤天神帝转手 用颇为压抑的目光 看了一眼千叶影 短暂思虑 他了然道 看来 你已经知道了什么 又是鼓竹窥破的吗 不 这次是另一个人告诉我的 千叶影声音悠然 父王 云彻身上的秘密 说出来 怕是连你都会吓一大跳 哦 不过 我并不会告诉你 千叶影唇角微轻 秘密这种东西 知道的人自然越少越好 越大的秘密 越是如此 范天神帝 风神台外的一处上空 随着一朵薄云的散开 显出了君无名 君息类师徒的身影 从云彻和骆长生交战一开始 他们便已到来 君息类强行动用无名剑的代价 又岂是那么容易承受 即使有君无名在侧 又以十轮珠恢复了两月 君息类依旧气息虚浮 脸色透着病态的惨白色 但今日坚持来此的 并非是君无名 而是君息类 如此 你该死心了吧 君无名道 云彻荡日胜你 绝非侥幸 相反 他救了你 还保了你的尊严 你对他的愿也该是下了 不 那 君息类转过身去 仙柔的肩膀轻轻颤动 岂能就此了结 终有一天 我会堂堂正正地打败他 他欠我的 我必十倍 百倍地讨回来 既如此 那更要宁心修炼 你要将云彻二字作为鞭策 而非梦言 君无名平静地道 若有一天 你可真正驾驭无名剑 再去找他吧 君息类没有说话 飞身远去 昼天神界 圣羽界所在 这里格外安静 各大长老弟子 都牢牢守在院外 无人出声 被隔绝结界笼罩的室内 一个颇大的十轮结界张开着 结界之中 骆长生安静地躺在那里 他的身上照着一层白光 身下则是一个淡紫色的玄阵 在缓缓转动 他身上血污已去 但创伤并未全腹 依旧触目惊心 尤其一张面孔 肿胀残破 此时若将他带回圣女界 绝对无人能认出 他竟会是长生公子 骆姑邪和骆上臣 一左一右 坐于骆长生的两侧 亲自给他催动着 玄阵中的玄气与药气 感受着骆长生危机已去 生机渐疏 他们的心弦总算缓下 长生从小到大 所受的伤加起来也不足今日一半多 骆上臣缓了一口气 不过 这一战 却是让我对长生刮目相看 这般兼职 不愧是我骆上臣的儿子 哼 骆姑邪的声音 却是带着冰冷与怨恨 都是云彻 那个畜生 竟将长生伤到如此程度 真该千刀万剐 骆上臣皱了皱眉 道 长生和云彻之战 虽然伤得惨烈 但都是各尽全力 也是长生这些年 最精彩夺目的一战 虽然惜败 但对他的名望 却是有增无损 无怪云彻 何况 云彻的伤 丝毫不比长生的轻 加之银血戒底蕴浅薄 怕是都难以痊愈 长生何等尊贵的身子 也是云彻那个低贱的畜生 可比 若这里不是骤天剑 我恨不能亲手将他 骆姑邪字字切齿 身上赫然溢出着丝丝杀鸡 这抹杀鸡 让骆上臣心中抖精 猛地抬头 满面金融 骆姑邪是他的妹妹 他算是 世上最了解他的人 姑邪先子之名 东神域谁人不知 他的性情极为淡漠 虽出身圣与界 却常年游历在外 很少回归圣与界 甚至从不以圣与界的人自居 虽为东神域王界之下第一人 足以让所有尚未新界的界王俯首 但他从不屑于以此欺人 后来骆长生出生 他便一直居于圣与界 极少离开 把所有的心血 都倾注在他的身上 偶尔离开圣与界 也都是为了骆长生 此番骆长生的重伤 竟是让他堂堂姑邪仙子 对一个和骆长生一般大小的小辈 生出了杀鸡 身为最了解他的骆上尘 都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灵觉 这让他开始惊觉一个 其实早就存在的事实 骆姑邪对骆长生的溺爱 已是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 姑邪 该不会真的想要 哼 骆姑邪闭上眼睛 缓缓压下那股失控的力气 敢如此伤害我的长生 我的确恨不能亲手将他千刀万剐 但 我又岂会真的谢于像一个小辈出手 这笔账 当然要由长生自己讨回来 骆上尘心中微松 但骆姑邪的话语和语气 让他忽然想到一个可能 眉头一沉 难道你要解开长生的禁止 本章完 第1232章 秦寨一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嗯 痛苦的声音声响起 骆姑邪身躯一阵 连忙探前 生疼的悬光和药气之中 骆长生缓缓地睁开眼睛 干涩的嘴唇 艰难地开合着 长生 骆姑邪急促地呼喊一声 你醒了 不要勉强 你再好好地睡一会儿 等你下次醒来的时候 伤就会完全好了 骆长生却是没有听话的安睡 他的目光一片浑浊 却荡动着深深的痛苦 依旧虚弱不堪的气息一片混乱 败了 败 对别人而言 胜败是常事 但 他是骆长生 是有着最尊贵身份 有着最强大的父亲和师父 从未败过 也不能败 没有资格败的长生公子 这一败 对他的打击之大 无人可以感同身受 骆姑邪连忙道 长生 你没有败 你只是 你的确败了 而且败得一点都不远 一个重重的声音 压过了骆姑邪的安慰之语 落上陈向前 陈眉冷目 但 你和云彻的交锋 并没有就此结束 三日后 你们还有第二战 也就是说 你还有反败的机会 骆长生灰暗的目光 猛的一鸣 你天赋一柄 又生于圣女界 一出生 便立于所有人高不可及的起点 你姑姑是东神 与无人可敌的第一人 却从你出生之时 便将所有精力 倾注在你的身上 所以 你能一直凌驾于 所有同辈人之上 从未败过 是理所应当 而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落上陈紧着眉头 一脸肃然 反而是今日这一败 才能真正检验你 是否有成为未来东狱第一人的资格 一败而溃 难以自拔者 是懦夫 就算天赋再高 起点再高 也难成大气 而真正的强者 从来不会怯败 反而会因败而强 欲败欲强 甚至渴求一败 听懂了 就说起你现在 这副不争气的样子 够了 落姑邪忽然出声 将他的话打断 他轻轻 抱起落长生 用玄气抚慰着他 混乱不堪的气息 长生还是个孩子 不需要懂这些 听似豪言壮语 实则毫无用处的 所谓大道理 落上陈动了动嘴唇 终是转过身去 暗叹一声 没再出口 长生 落姑邪轻轻而语 这世上 也唯有面对落长生时 他的语气才会如此轻柔 你出生之时 你父王为你取名长陵 派你将来凌云傲视 是维师 将你那位弟子后 强行为你更名长生 维师一生 习惯孤身一人 从来无牵无挂 直到有了你 落姑邪胸口起伏 维师从不求你 将来有多大作为 多大荣光 只求你一生平平安安 长命长生 但维师一身知 在这世上 欲要长生 欲要不被人所欺 唯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让世人敬你 为你 仰望你 所以 才会从小严苛于你 不需你居任何人之下 为师命 你不得在外展露权力 更不惜为你打下禁止 强行不让你突破 是怕你锋芒太露 为人所尽 没想到 却因此 让云车那个卑贱的小畜生 将你伤残至此 一切 都是为师的错 否则 他又怎配伤你 一丝一吼 洛尚臣欲言又止 目光复杂 口中一声叹息 他原本自以为 对洛姑邪足够了解 但 自从他回到圣女界 又强行收了洛长生为图后 他在对待洛长生时 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 师父 洛长生艰难出生 字字沙哑 我 不敢 求 师父为我 解开静置 好 洛姑邪没有任何迟疑地 轻轻汗手 不用听你父王的话 不需要强行压抑你心中的怨恨和不甘 养好伤 然后亲自去 把今天这笔账讨回来 姑邪 洛长辰无法按捺 出言道 这终究是小辈之争 各凭己利 两人之间 更是从来无仇无怨 且这场败对长生而言 绝无坏处 你又何许 不必多言 洛姑邪冷声道 长生是我的命 敢把他伤成这个样子 无论是谁 无论什么原因 别说只是一个不知从哪滚出来的区区见种 就是王界之子 我也绝不饶恕 你 洛长辰面孔紧起 但看着洛姑邪那满是阴霾的面孔 他唯有长袖一甩 一声无奈重叹 罢了 长生 先尽心养伤吧 洛姑邪人如其名 性情极为孤僻协议 他决定的是 无人可逆 相比圣羽界 尹雪界这边 要慌乱得多 夜幕降下 所有弟子守在院外 穆幻之等一众长老公主 全部围在云彻身侧 愁云惨淡 云彻变身是血 气若油丝 穆兵云的血手 一直轻轻 附在他的心口 兵芒威药 但穆兵云之外 其他一众长老和公主 虽是心骄如焚 但无意敢擅自出手 周围铺满了各种各样的疗伤圣药 其中相当一部分 是严神界那边送来 但他们一丁点都不敢用上 如今的云彻受不得半点玄气冲击 也自然受不得半点药力冲击 冰云 还是带云彻回宗门吧 宗主定会有办法 他现在这个样子 实在太危险了 穆幻之担忧道 云彻此番名震东神域 自然也给银血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无上荣光 出来骤天神界时 他们连走路都要缩着脖子 面对一众上位星界 满腹都是敌人一等的感觉 真的是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但如今 其他星界看向他们的目光 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 就连那些平日里 只能仰望的上位星界 都是满目的惊叹 艳羡甚至极度 这是他们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 他们银血界的弟子 从东神域所有年轻天骄中 击身封神之战 踩下一众绝顶天才 击败陆冷川 击败军西泪 击败水映月 如今 又击败了东域四神子之首 被誉为不败神话的洛长生 若是他就此重伤不欲或亏残 对银血界而言 何止是天大的损失 穆兵云的眸光 始终处在混乱的状态 许久的沉寂之后 他的手掌终于从云彻胸口移开 竭力平静道 大长老 劳烦你和我一起 带云彻回一趟银血界 为何只有你和大长老 木坦之一正 随之亚然道 难道 你们还准备回来 不是我们 而是云彻必须回来 穆兵云道 别忘了 三日后 他还要再和洛长生打一场 什么 众长老公主都是一惊 穆幻之道 兵云 云彻伤重至此 就算把所有十轮珠都用上 能否完全好过来 都是未知之数 又怎么还能再和洛长生打一次 这是云彻的意愿 哪怕到时真的没有完全恢复 也必须带他回来 穆兵云毫无迟疑地道 大长老 云彻目前不能受任何颠簸 务必好好护住他 交给我吧 穆幻之点头 这时 一个兵皇弟子匆匆而至 低声道 各位长老公主 刘光九十九公子来见 刘光九十九公子 穆幻之皱了皱眉 却是道 不是说了 无论是谁 都不可打扰吗 现在云彻的是最重要 就算是刘光界的人 等等 穆兵云却是眸光一闪 你马上带他进来 很快 一个穿着水蓝长衣的青年男子 走了进来 只是 这个堂堂流光九十九公子 却是稍稍猫着腰 脖子微缩 目光闪烁 走路毫无声息 竟是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九十九公子 你 嘘 穆兵云刚一出生 水印痕荒荒不迭地摇手虚声 直看得众人一愣 水印痕回身 林爵小心翼翼地扫了身后好一会儿 才转过来 忽然将一个只有 拇指大小的蓝色玉瓶丢给了穆兵云 然后用小的不能再小的声音 我可告诉你们 我今晚绝对没有来过 你们也没有见过我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穆兵云看了眼手中的玉瓶 皱眉道 九十九公子 你这是 什么九十九公子 水印痕荒荒芒摇头 又鬼鬼祟祟祟地瞟了身后一眼 你们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们 总之 千万不要说我来过 我什么都不知道 否则 否则我父王一定会打死我的 一边说着 水印痕已是小心翼翼地后退 退到门口 又不放心地再次提醒道 一定要记住 你们没有见过我 谁都没有见过我 不然 我跟你们没完 说完 他一溜烟地消失在夜幕中 饮雪众人面面相去 他这是 穆幻之一头雾水 冰云 他刚刚丢给你的是什么东西 穆幻之说话间 穆冰云已拿起那个小巧玉瓶 抹去上面的玄阵封印 小心打开 顿时 一股四壁冰雪还要纯净的气息 缓缓一散 这股气息微浮之下 银雪众长老 公主 都是眼前一鸣 如沐清风 全身疲惫感顿趣 舒爽地如在云端 就连阴云车重伤带来的焦躁感 都被无形间俯下 这 这是什么灵药 竟有如此奇异的气息 穆幻之惊道 他身为银雪界大长老 接触过的灵花圣药不计其数 而且大都身孕银雪界特有的纯净冰雪气息 却从未感受过 如此神奇的灵气 穆冰云正在了那里 拿着玉瓶的手 不自觉地收紧 过了好一会儿 才如梦一般轻语道 是一滴 太出神水 太出神水 这四个字 让空气一下子变得无比安静 随之 所有长老公主 都如被扎针 全身巨震 神 什么 太 太出神水 穆幻之双瞳放大 面色骇然 如闻天降圣武 不会错的 穆冰云轻语道 当年 宗主最后一次入太出神境 便是得到了一滴 这个气息 我不会认错 而除了太出神水 世上也再无什么 能拥有如此纯净的灵气 云彻有救了 证然之后 是浓浓的欣喜 穆冰云血影一晃 急切地来到云彻身侧 等等 穆幻之 却是出生 祖诸穆冰云 他眼波动荡 无法平静 流光界 为什么要送我们一滴 太出神水 这个恩情 我们银血界 根本还不起啊 太出神水 是何等存在 那是神主 都要用命 去换的真正神物 强如流光界 几千年 甚至几万年 能得一滴 太出神水 都是天赐 若说一滴 太出神水的价值 能买下半个银血界 都绝不会有人质疑 这等神物 怎么会送人 银血界又何德何能 能让流光界 送予一滴 太出神水 这个恩情 不需要我们银血界 还 穆冰云道 这是云彻自己 欠下的情债 就让他以后 自己慢慢偿还吧 目幻之一愣 随之忽然反应过来 你是说 媚英公主 啪啪啪 目并云已无暇说话 跪坐在云彻身前 玉脂轻滑 便要引出太出神水 却听目毯之又出声道 先等等 太出神水这等神物 若将来给云彻脆体 避避避无穷 用来遇伤 会不会有些浪费 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必须在最短时间内 让他的伤痊愈 目并云声音落下 一枚无色之水 也随着他玉脂的浮动 而无声低落 点在了云彻的胸口 本章完 第1233章 最终之战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彻 为什么 你总是这么不爱惜自己 声音轻颤 似近在耳边 如气如速 又似来自天外 幽远 七米 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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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彻如遭雷击 一下子坐了起来 全身剧痛如汹涌的浪潮般袭来 他却是浑然不觉 目光混乱四顾 莫 莫 是莫莉的声音 莫莉 你在哪 你在哪里 门被推开 一抹血影 如幻梦般来到他的身前 云彻 你醒了 冰云公主 云彻气息混乱 呼吸急促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他是不是来过 他一定来过 云彻的样子 让穆冰云心中悠悠一叹 软声道 你刚醒 或许是梦吧 心魂终于缓缓地平静下来 昏迷前的影像 顿时涌上心肩 头痛欲裂间 最后是如何战胜的洛长生 他的记忆都是一片模糊 只是梦吗 是啊 只是梦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云彻静下心来 稍稍扎实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忽然问道 冰云公主 我睡了多久 你放心 才过去两天而已 距离你与洛长生下一站 还有十个时辰 穆冰云安慰道 看来 又浪费了一颗十轮珠 云彻安下心来 刚才探查之下 全身经脉都已欲接 内外伤也都已稳固 损失的血气玄气 也恢复大半 就算以他极强的恢复能力 在严重伤及本源之下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恢复到这种程度 不 穆冰云却是摇头 治愈你的 是一滴太出神水 云彻一阵 太出神水 那是什么 太出神水 是沾染过鸿蒙之气 记载中被称作 起源之水的混沌神水 目前 只存在于太出神境 穆冰云缓声解释道 云彻心中微精 他很清楚 无论什么东西 但凡沾上鸿蒙二字 都是这世间层次极高 甚至可直接称之为 最高的神物 既称之为神水 又只存在于 太出神境这种地方 应该很稀有吧 嗯 极其稀有 穆冰云汉手 太出神境上古凶兽横行 危险至极 而太出神水的灵气 又对上古凶兽 有着极强的吸引 因而 太出神水存在的地方 必有上古凶兽在侧 哪怕神主欲取之 都要冒性命之危 随着混沌的变迁 太出神境这个始源之地气息 也在变得浑浊 太出神水 只会越来越少 很多志强神主 进出百次 耗费几千年 都寻不到半滴 即使受到再重的伤 哪怕经脉骨头碎断 内脏净裂 只要尚有一口气在 一滴太出神水之下 都可短时间内痊愈 就算是精血俱损 也可全部补回 若用来脆体脆魂 可使体弱金刚 魂弱金汤 你和洛长生一战 也该察觉到 他的躯体非同寻常 便是因为他的身体 受过太出神水的淬炼 而且 应该是很大量的太出神水 慕冰云的话 让云彻愈加恶然 我们银血界 居然会有这么 不 慕冰云摇头 你师尊在很多年前 的确曾天性 得到过一滴太出神水 但早已用来萃魂 治愈你的那滴太出神水 是他人所赠 谁 云彻一时不敢相信 刘光剑 云彻顿时愣在那里 随之目光一阵复杂 你一定猜得到是谁 除了他 再无第二个可能了 慕冰云看他一眼 徐徐道 或许是 本来就在他身上 或许是他从刘光界王那边偷来 然后想办法让 刘光九十九公子 悄悄送至 不过 事关太出神水 用不了多久 刘光界王就会察觉 到时必定雷霆震怒 算了 你伤未痊愈 还是不要分心再想这些 云彻伸手按住额头 心绪复杂难言 那个小丫头 难不成是认真的吗 太出神水啊 这么大个人情 我拿什么来还 难不成真的要用肉体偿还 再说 以我的自愈能力 扔进石轮珠里 自己就能完全恢复的呀 慕冰云将两枚石轮珠 放到云彻身前 这是骤天界额外给予的两颗石轮珠 还有十个时辰 足够你恢复到全胜状态 嗯 云彻抛开杂念 拿过石轮珠 目光逐渐归于凝石 慕冰云心中 有着太多的话 想要问云彻 但还是 一句话都没有多问 安静退离 让云彻尽心恢复 很快 他感知到 云彻已张开了石轮结界 他手臂一挥 筑起一层隔绝结界 以免云彻被任何外物打扰 向前几步 目视前方 轻轻说道 姐姐 我知道你来了 阴若飘絮 徐徐散开 少请 前方的空间 忽然出现了一抹水纹的波动 一个浅蓝身影 缓步走出 欲言冰冷 却美绝人寰 雪一飘然 却唯有胸前高耸欲裂 冷媚无双 正是慕玄英 看到慕玄英 慕冰云心神一松 一种极度安心的感觉 顿然而生 姐姐 你果然还是不放心他的伤势 亲自来了 不 慕玄英 漠然摇头 云车的自愈能力 远超你们想象 伤势虽重 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定可痊愈 我不过是担心 有其他意外发生 慕冰云 既然他已无视 也似乎不会发生 我所担心的事 那我也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 慕玄英转过身去 你现在就要走 慕冰云目光一压 我是强行进入 停留太久 必被昼天界察觉 慕玄英道 不必告诉云车 我来过 事已至此 我便允许他 任性这最后一次 会有什么后果 我兜着便是 但之后 他再不听话 我一定打断他的腿 冷音寒怒 说完 慕玄英已是浮身而起 准备离开 姐姐 慕冰云却是出声喊住他 他血手伸出 但 却又定格在那里 许久没有取出阴蝶人 怎么了 慕玄英回身 手掌轻握 悄然收回 慕冰云摇头 没事 这里毕竟是昼天界 姐姐千万要小心 云车 这边你不必担心 我会看好他 慕玄英越眉微醋 却没有追问什么 微微汗手 飞升而起 随之消失于空间波纹之中 自由进入昼天神界 而不被察觉 普天之下能做到的 或许趋之可数 慕玄英离开之后没多久 遥远的云端之上 一抹红影一闪而逝 今日的昼天界 以及东神域 都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气息 因为 今日是封神之战 亦是这界 玄神大会的最终之战 云车和洛长生的第一战 至今依然深深撼动着 东神域玄界 不仅是年轻选者 一众长者心中的震动 也是久久不休 两人的第一战 虽是云彻获胜 但 今日的第二战 无人敢预测结果 能战之那般惨烈 两人的综合实力之差 可谓微乎其微 至少决定第一战 最终结果的 明显是气韵 那么可想而知 第二战若无大的变数 依旧会激烈无比 说不定 会比第一战还要惨烈 毕竟 这才是最终之战 骤天界外 关于风神之战的赌局 全部关闭 或者 是各大星界为了观战 无心赌局 也或者 是身为选者的他们认为 赌局是对这两大阵势神子的亵渎 今日之战 结果难料 不过 我个人还是希望看到云车上 水音乐感叹道 他们一行人 有水迁横在前 正飞向风神台方向 那可大不一定 水迁横轻横一声 两人伤得一样重 但落长生身后是圣女界 自然无恙 至于云车那小子 能不能恢复过来 都是未知 水音乐皱了皱眉 他目光一侧 看到水迁横门弯弯 一副浅笑奄然的样子 疑惑道 迁横 那天云车伤重 你怕的脸都白了半天 今天怎么一点都不担心了 水音横全身一紧 脖子一缩 悄无声息地后退了一个身位 当然不担心啊 水迁横笑音音的道 我的云车哥哥那么厉害 那点伤对他来说 才不算什么呢 水音乐 什么你的云车哥哥 说了多少次了 不许这么喊 水迁横赤道 知道了老爹 水妹音悄悄吐了土粉粉的舌尖 来到风神台 水迁横目光一扫 嗯 居然已经来了 看样子 好像还完全恢复了 水迁横到来时 一眼看到云车已端坐于 饮雪界作息 脸色平静 木耀精芒 气息凝实 毫无虚相 他低语一声 既然完全恢复了 那么看来 今天又有的打了 他看了一眼右方 发现落长生 并未到来 一道道目光 也不断偏向东方 等待着今日 另一个主角的到来 云车 今日再战落长生 你大概有几分把握 木兵云轻声问道 云车宁目 认真的道 上一战 我错过了落长生的实力 从而在一开始时 稍有保留 这一次 该怎么胜落长生 我的念想要清晰得很多 再加上我恢复的同时 也有所修炼 金屋炎和凤凰炎的融合 要更加成熟一些 所以 这一战 我自信胜机会 比落长生大上一些 既能胜他第一次 自然更能胜他第二次 云车的言语并无勉强 颇为笃定 木兵云点了点头 那就好 说完 他的目光忽然转向东方 落长生道了 哦 木兵云的眉头 忽然猛地移动 露出疑惑的气息 随之静一点点沉下 目光中浮现出深深的惊燃 不仅木兵云 木幻之 火如猎等人 也都在这一刻 脸色僵硬 眼神陡变 如忽然看到了什么 无法相信的可怕画面 兵云公主 怎么了 云车皱眉问道 木兵云依旧看到东方 眸光动荡的越来越剧烈 这是 落长生的气息 本章完 第1234章 神王落长生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远处的天空出现了三个并尖之的人影 虽然还相隔极远 但一众强者一眼便出 那赫然是圣语界最核心的三人 落上尘 落姑邪 以及落长生 此时 距离最终之战开启的时间已经很近 但三人飞行的速度 却是不紧不慢 而且毫无紧张之态 悠然的像是来观战的一般 但 他们的出现 却是让风神台 出现了诡异的安静 那些实力强大的神军 神主 都是面色极变 而那些神王强者 几乎全部露出了深深的亥然之色 落长生的气息怎么了 气氛的诡辩 以及木冰云的低语 让云彻心中陡声不安 神 王 另一边 火如烈的声音 传至 短短两个字 却沉重到了极点 更是惊得一众银血炎神的弟子 瞬间瞠目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云彻 神王 是什么意思 火破云失措地 伸手抓住了火如烈的手臂 师尊 你 你该不会是说 落长生他 他 一切 都在指向一个可怕的可能 但火破云不敢相信 不敢接受 落长生的旋力 已经神王静 火如烈微微闭目 说出了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 如一个晴空霹雳 在所有年轻弟子耳边炸开 神王静是什么概念 若说神节静与神灵静之间 横着一道巨大鸿沟 那么神灵静与神王静之间便是一道真正的天谦 不仅是境界上的天谦 更是实力 地位上的天谦 一旦跨越 便是一步登上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和世界 神界百万年 各种天才不计其数 这些天才之中 有很多用了短短几十年便成就神灵静 但 他们中的极大一部分 却在神灵静巅峰停住几百年 几千年 上万年 甚至终生都无法突破至神王静 天才尚且如此 何况资质频繁的选者 目前东神域年轻一辈的选者中 有四人不到一甲子之灵 便修炼至了神灵静十几 但 这四人就算再过一个甲子 也无人成就神王 都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神灵静 是年轻一辈的巅峰境界 而一旦成就神王 便会在整个神界层面 达到强者的层次 在下位星界 神王可谓一界之王 一界众生进阶俯首 在中位星界 亦是超然的存在 纵然到了最上层的上位星界 也可称霸一方 神王二字 本就抑郁者 成就者 有了在神界一方为王的资格 而神王这个层次 若是出现在年轻一辈 那绝对是金破天的神迹 而这个神迹 却在此时 活生生地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狠狠冲击着 所有人的眼球和神经 神王静 这 这 三十岁的神王 怎么可能 一个下位界王 目光称职 如在梦中 他苦修六千年 终成神王 是所在星界 唯一一个神王 亦是无人能敌 无人可逆的第一人 而视线中的男子 才堪堪三十岁出头 骆长生逐渐临近 一股神王静的气息也随之而至 清晰无比 纵然如此 依旧有无数强者瞠目正然 已在梦中 根本无法相信 这一场风神之战 他们已被深深震撼了一次又一次 尤其上一战 云彻和骆长生 都是站到极限 亦是将东神域这一辈最强两大神子的风采 展现到极致 所带来的触动 直到现在都依旧无比强烈 却绝未想到 风神之战的尾声 一个更大的 惊雷 横空而降 三十岁的神王 我们东神域可曾有过 除去王界的特殊传承 纵观整个东神域历史 绝未曾有过 骆长生 这是真正创造了一个 震骨硕金的奇迹啊 这一战 已经不用打了 一个中尉界王深深叹道 骆长生到来 却没有去到圣语界作席 而是踏空而行 空中信不闲停 飘然而落 直接立于风神台之上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惊叹 热切 骇然 难以置信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目光 充满着卑微 如在惶恐地注视着神明 因为站立于他们视线中的 是一个只有三十岁的神王 骆长生双手赴后 昂首而立 在全场注视之下 他气息平静如水 俊逸的面孔似笑非笑 目光没有任何波澜 甚至 没有像他今天的对手 撇去哪怕一瞬间 在他的神王气息之下 云车那本已隐隐在他之上的 啄目光环 一下子变得无比暗淡 甚至 很多人在极度的震动和惊骇之下 都几乎遗忘了云车的存在 神王 竟然 神王 水映月美眸锦宁 眸光颤荡不休 水映因纯扮微张 好久都不发一言 难道 是圣语界在这段时间 以什么特殊灵药 让骆长生强行突破 圣语界 这也太输不起了吧 水映横道 以外力强行突破 虽可让修为跨层面暴增 但会折损天赋 可谓杀鸡取卵 不 水映横却是缓缓摇头 圣语界不可能在骆长生身上做这种事 而且 骆长生的神王气息 非但没有丝毫虚浮 反而稳固的惊人 不仅是自然突破 应该还是长久准备积累 后积薄发下的完美突破 如果我猜的没错 水映横目光微闪 骆长生应该早就 可以成就神王 但被他的师父洛姑邪强行压制 不让突破 什么 水映月惊然抬谋 洛姑邪虽然性情怪邪 但对玄道的理解 天下少有人能及 骆长生能有此成就 大半要归功于洛姑邪 这最后一战 已经不用打了 水前横道 心中颇为惋惜 云彻虽然伤势痊愈 但气息并无明显变化 而洛长生却是直跨一个大境界 神灵境巅峰和神王境 虽只有半步之隔 但这半步 却是无数选者一生 都跨不过去的天前 两者差距有多大 等你们到了那一天 自会知晓 两人原本势均力敌 但如今 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成就神王的洛长生 想要胜云彻 根本一如反掌 云彻哪怕有再多起招 也不可能有 哪怕一丁点的圣机 这是一个神主之言 无比肯定 毫无余地 哼 没关系 水妹因鼻尖一翘 不高兴地哼道 云彻哥哥 就算现在打不过洛长生 也只是暂时的而已 将来 他一定会比洛长生厉害 而且厉害很多很多 唉 水阴痕垂下头 小声自语 早知道这样 就不该浪费 那低态 嗯 水印痕全身一击灵 双手闪电般的捂住嘴唇 额头哗哗冒汗 好在水迁痕注意力 一直在洛长生身上 心神动荡间 并未注意到他的自愈 三十岁的神王 还是无关传承 自然突破 龙皇一声赞叹 人类的潜力 当真是惊人啊 哼 骤天神帝笑了起来 能在如此年纪成就神王 我东神域从未有过 圣语借此番 是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啊 哼 那可真是恭喜了 世天神帝哼声道 语气明显带着不爽和酸意 因为三十岁自称神王 不仅东神域 他们南神域也从未有过 呵呵 无法淡然 看来 我先前的感知并没有错 龙皇忽然栩栩道 他本早就 可以成就神王 但玄脉中 却被打下了禁止 从而不得突破 或者 是为了后机勃发 也或者 是怕锋芒太露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龙皇说的足够含蓄 不必要的麻烦是什么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骆长生 虽一直是东玉四神子之首 这一辈的第一人 但终究还是有君息类 水映月等人 堪与他相提并论 但若是 他早早成就神王 那毫无疑问 会为人所生计 骤天神帝微微点头 唉 可惜了 龙皇轻叹一声 这声叹息 也想起在无数人中的心中 为云彻而惋惜 而本该精彩绝伦的 最终之战而惋惜 观战席的气氛 完全地变了 先前所有的热切期待 已全部消失 留下的 只有深深的震惊和惋惜 风神之战的最终之战 也是玄神大会的落幕之战 尚未开始 所有人已是无比清楚地看到了结局 打不打 已毫无意义 屈会尊者来到风神台上空 目扫全场 今日 为风神问鼎之战第二战 亦是落幕之战 今日之圣者 将为此届玄神大会的首位 与众神子之首 败者为次位 一同为我东神欲年轻一辈的骄傲 而夺得首位者 将可任意择选一部诸王界的功法修习 此奖赏从未有过 若不想错失 便付诸全力 屈会尊者目光一侧 转向银雪界作席 时辰已到 云彻 入风神台吧 屈会尊者的语气格外平淡 若是云彻直接弃战 他虽会感到失望 但不会有任何惊讶 全场的目光 顿时转到了云彻的身上 伴着大量唏嘘 和窃窃低语 自听到神王近三个字 云彻便一直一言不发 锦尘的眉头 也未有过片刻舒展 他感知不到落长生的气息 如今已是何等境界 因为从落长生身上 他就连威压都已感觉不到 仿佛那只是一个毫无旋力 甚至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弱书生 这种感觉 让他内心如腹万军 久久窒息 落长生始终没有看他一眼 那分明是一种不屑 云彻却能隐隐感觉到 一种极力压抑的力气 在牢牢锁定着自己 在无数目光之下 云彻缓缓站起 云彻 穆冰云急唤一声 云彻身体微顿 却是飞身而起 直落风神台 穆冰云没有劝云彻气战 因为他知道 那是绝无可能的事 也正因如此 他心中涌起了深深的担忧 这里只有他知道 云彻为何会参加玄神大会 也只有他知道 云彻走到这一步 付出了多少 经历了多少 但 就在这最后 只差半步的距离 命运却忽然和他开了一个 无比残忍 无比绝望的玩笑 云彻他岂会甘心 他完全无法想象 云彻此时的内心 该是多么的混乱 又承受着何等残酷的重压 哎 这他妈什么事啊 骆长生这小子 哎 不爽 火如烈姿牙道 冰云公主 严绝海忽然皱眉道 趁着还未交战 马上传音云彻 提醒他在 适当时机认输吧 骆长生已成神王 云彻自己也该知道 已不可能再有任何圣机 认输也毫不丢人 若是他强称 我怕骆长生会趁机报复 沐冰云 这 不会吧 火破云道 骆长生虽然极其厉害 但他是出了名的贵公子 很是温文尔雅 绝对不是他兄长骆长安那般人 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 何况 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 鱼儿 你不懂 火如烈的眉头 也深深沉了下来 一个从未败过的人忽然遭败 打击会极其之大 而一个习惯于温和如水的人 若是对一个人真正生出怒恨 往往会比忽然发狂的野兽还要可怕 而且 今天的骆长生 给我的感觉总有点不对劲 啊 火破云嘴巴大张 一脸猛然 木兵云胸脯起伏 兵谋宁忧 却是没有向云彻传音劝告 悠悠轻语道 他自己明白 但他 不会听的 本章完 第1235章 天壤之巨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彻落于风神台上 与骆长生近距离相对 观战席安静下来 但全无紧张的气氛 骆长生身上毫无玄气 但属于神王的无形气场 已宣读了一切 在这股气场面前 云彻的存在 透着一种任何人都能察觉到的无形卑微 上一战何等惨烈 短短三日 却已是天壤之别 云彻依旧是神节近九集 而骆长生 已踏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根本不再是三日前的骆长生 面对云彻 他的表情却一如先前 毫无动荡波澜 仿佛根本没有看到云彻一般 云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规则已无需赘述 屈会尊者手臂一挥 开战吧 碰 屈会尊者声音一落 云彻轰天静观开启 玄气爆开 直至巅峰 截天剑已握于手中 释放着沉重剑威 但 骆长生却是动也不动 就连玄气亦毫无释放 唯有他的神情终于有了变化 嘴角勾起一丝狠淡的笑 云彻 你果然 没让我失望 若是你被吓破了胆 直接认输的话 那可就太无趣了 哼 云彻双目微眯 骆长生 你修为长进的同时 废话也多了不少 上一战 在屈会尊者的喊声之下 两人第一瞬间 便猛烈交手 没有半句言语交流 啊 骆长生淡笑 那是因为 上一次 我将你视为对手 但今时今日 你已不配 云彻 游和 这小子怎么狂起来了 视天神帝目光一邪 人的本性 是不会在短时间内忽然改变的 梵天神帝道 既然已经释放了一只强压的实力 那为何还要继续压抑本性 尤其 是在让他第一次承受挫败 和狼狈的云彻面前 不过 三十岁的神王 哪怕狂到天上去 也有足够的资格 心神帝道 骆长生那释放着傲慢和轻蔑的一句话 让观战席重选者都是心中惊讶 先前 骆长生在封神之战的每一战 即使面对再弱的对手 也从不下重手 更不会轻蔑嘲讽敌人 甚至会尽量让对手输得不难堪 哪怕上一战面对云彻 他最开始虽是俯视之姿 但绝无比翼傲慢之态 今日的骆长生 不但实力踏入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全新境界 就连他的言语姿态 也似乎跟着 发生了一变 圣语界王落上 沉皱了皱眉 哼 云彻冷笑一声 看来上一战 你的脸被打得还不够肿啊 冷笑之下 云彻身形暴起 化作一道迅疾的流光 一剑直批骆长生 骆长生整个人的气场 姿态 眼神全都变了 面前依旧是骆长生 但云彻却仿佛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 眼前的骆长生 未动丝毫悬泣 但无形间带给他一种深不见底的可怕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窒息 但心境却是一片空明 骆长生释放出来的狂傲轻蔑 没有让他动目 反而 是骆长生的破绽 截天剑挥出的刹那 已是惊炎爆燃 火光聊天 这一剑之威有多可怕 三日前所有人都已亲眼目睹 让不少选者为之心中意景 但下一瞬间 他们的眼睛又一下子瞪大 满脸的惊恶 因为 面对骤然轰制的剑威和言威 骆长生做了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他脚下一动不动 右手轻描淡写地负于身后 而左手不紧不慢地伸出 迎向直轰而至的截天剑威 啊 骆长生他 他在做什么 难不成他要 那可是云车的剑威 还有金乌炎 就算他是神王 也根本不可能 哄 截天剑与骆长生的手掌当空碰撞 发出的却不是剑威爆发的巨响 而是一声分外沉闷的轰鸣 这声轰鸣 响起风神台上空 也响彻在所有人心魂深处 云车的身世停在了那里 全身僵直 瞳孔猛烈色索 骆长生的身体一动不动 唯有伸出的左手 被压制得稍稍后撤 而他威张的左手之中 定格着截天剑厚重的诸红剑刃 观战袭煞事一片死寂 无数双眼睛死死瞪大 无论如何 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云车那足以将风神台都造成裂痕的可怕剑威 竟被骆长生空手 还是单手接下 甚至 没有倒退半步 看着云车那陡然色缩的眼瞳 骆长生的嘴角微勾 五指缓缓收拢 抓在了剑刃之上 随着他轻缓的动作 截天剑威如流泻之水 快速溃散 金乌岩被层层压灭 燃烧得越来越微弱 啊 啊 火破云身体前倾 满脸失色 而他的身侧 火如烈为有一脸凝重 却毫无惊讶之色 他身为强大的神君 又怎么会不知 神王为何等概念 怎么会不知神王静和神灵静的天壤之别 骆长生被压下的手臂缓缓抬起 动作不紧不慢 似乎很是随意 但云车 却感觉似有一股晴天距离压在剑上 任凭他如何宁力 都无法造成丝毫的抗拒 身是声声后退 剑上的金乌岩 也在这一刻完全熄灭 不错的力量 骆长生半斜眼睛看着云彻 近似是一种怜悯的目光 居然让我的手感觉到了那么一点疼痛 值得嘉奖 赞赏的语气 却又带着毫不掩饰的蔑视嘲笑 骆长生嘴角威胁 抓着截天剑的手掌 轻轻往前一压 碰 一股无形距离 从截天剑上传至 云彻全身巨震 仓皇倒退 连退几十步才勉强停住 周身气血一阵剧烈的翻腾 心中更是涌上深深的骇然 截天剑 敬备 单手接下 虽然 云彻从未和神王交过手 但他清楚 跨越一个大境界的瓶颈 意味着什么 所以 他绝不敢低估 此时骆长生的实力 刚才一见 他虽为试探 但也几乎用上了权力 他自信以自己的剑威 就算是神王 也不至于轻松应对 他真的做梦 都没有想到 落长生境单手 还是赤手接了下来 而且姿态轻松无比 如浮尘埃 云彻的胸口剧烈起伏 喘息一片混乱 怎么会这样 就算他跨越了一大境界 也只是出入神王境而已 神王境和神灵境 怎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 云彻心中骇然 一众年轻选者 更是无不瞠目结舌 引血沿神的弟子全部呆了 火破云亦是目光呆然 无法回神 三日前 他们打得天昏地暗 几乎占到了最后一丝力量 最后一滴血液 才相隔短短三天 落长生只是一步地跨越 差距竟会陡增至此 落长生没有主动进攻 站立原地 右手依然附在身后 脸上微笑中 带着几分懒散 左手软绵绵地抬起 继续 让我好好看看 你能挣扎到什么程度 可千万 别让我太失望啊 他的模样 就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明 在慈悲地 向一个卑微的凡人 下达神域 云彻的呼吸 逐渐地平稳下来 截天剑上再度燃起惊炎 燃烧得比先前更加赤脸 他一跃而起 全身力量凝于剑上 向落长生当头轰下 他不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他不相信 刚刚突破至神王镜的落长生 竟会强大到 足以赤手接住他的截天剑 面对云彻威是明显 远胜先前的一剑 落长生依旧是一动不动 直接伸手抓去 砰 撞击声依然无比地沉闷 截天剑被落长生 直接抓于手中 强横的剑威 在那一瞬间就像是忽然被囚禁在无法挣扎的牢笼之中 尚未爆发 便快速消逝 金屋檐一层层熄灭 这一次 云彻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 他仓皇后撤 然后又忽然爆发 截天剑卷动弥天威压 再次一剑横扫 碰 碰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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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云彻一剑比一剑凶狠 一剑比一剑狂暴 撩动的火光在周围燃开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火域 但 任凭剑威连轰 金言狂然 洛长生身躯都始终定格在远处 没有半步的偏移 云彻的每一剑 全部被他左手赤手当下 没有一丝剑威 一丝金言 碰触到他的身躯 唯有一头长发 洒然飞舞 而他的右手 始终都附在身后 没有哪怕一个刹那收回 尹雪岩神众弟子 全部如同石化 彻底地待在那里 许久 都无人能说出一句话 一个字 这就是神王的强大 火如烈再次轻叹一声 云儿 这就是为什么 你已是神灵境后期 但维师却从不奢望 你能在百岁之前成就神王 哪怕以你的天赋 却在神灵境巅峰停留百年 维师都不会觉得惊讶 因为欲成神王 实在太难太难 而一旦能踏入这个领域 便是从凡城王啊 现在 云车自己也已经看到 和骆长生的巨大差距 也该死心了吧 严爵海徐徐道 不算大的实力差距 可用策略或某些奇招 而博取圣机 但 这种绝对的差距 是用任何手段 都无法弥补的 木冰云 碰 又是一剑被骆长生单手挥开 云车被震飞很远 却在半空强行蛇身 再次一剑砸下 但 就在捷天剑即将轰落之时 云车的身影 却忽然破碎消失 鬼魅般出现在骆长生的身后 灭 天 这 剑威在一瞬间疯狂暴涨 带着毁天灭地之力 骤轰向骆长生的后背 哼 剑威爆发 带起震天般的轰鸣 但 这一剑却未能轰在骆长生的身上 而是碰触在一层淡黄色的屏障之上 屏障微微下陷 但将截天剑威 完全阻隔在外 没有伤及骆长生一丝一吼 这一刹那 云车的心魂 像是一下子沉入深渊 骆长生缓缓地半转过头 慢条斯理地道 有件事 我或许该提醒你 早在两年前 我其实就可以完成突破 成就神王 云车 但师父 担心我太过耀眼 惹人极度 为我打下了禁止 将我的旋力 强行压制在神灵境巅峰 这就是为什么 你三日前能侥幸剩我 骆长生双目微微眯起 闪过一抹冰冷的恨光 也就是说 你之所能剩我 不过是因为我那时没有办法动用权力 从一开始 你就根本不配当我的对手 最后一个字落下 那层黄色屏障忽然炸开 一股恐怖距离横扫在云车的身上 云车如被重锤轰身 瞬间横飞出去 落地之时 脸上陡幅一抹苍白 他强行压下狂涌而上的溺血 但依旧有一抹心红的血痕 从他嘴角快速一下 本章完 第1236章 绝地龙魂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车连续攻击 骆长生全部轻松挡下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而他只是稍稍反正 云车便直接受创 曾经扼战到你死我活的两人 此时却有一个站在了高不可及的天阙 只因一步从神灵境到神王境的跨越 骆长生依旧不动 更没有追击 他向云车伸出手来 双目眯成一条狭长的缝 来 继续 你的手段不是多得很吗 幻神 神烟融合 还有那什么龙魂 尽管使出来 让我好好看看 你的这些手段 在神王的力量面前 能做何挣扎 不行 根本不可能打赢 就算是神王 怎么会一下子这么大的差距 火破云用力甩头 既然骆长生的实力 已完全胜过云兄弟 他为什么不 马上结束 他难道施药 他显然是要在最大程度上 挫败和羞辱云彻 火如烈尘美咬牙 这小子 果然是个输不起的家伙 骆长生 有着最显赫的家世 最尊贵的身份 最强大的师父 更有着可兼修三神力 三元素的天赐之体 在东神域年轻一辈 是绝对无上的存在 却被云彻一个 先前完全默默无名 出身在他眼中 可谓卑贱的人 当着世人之面打败 沿绝海微吸一口气 这小子 看来是心态崩了 他先前从来都是云淡风轻 温和有礼 或许并不是他性情心境有多好 而是因为 他从未被人踩踏过 如今成就神王 云彻给他带来的挫败 羞辱 愤怒 怨恨 他是想要无数倍的 还回去 而达到心理平衡 他现在要拜云彻 易如反掌 但他不仅要拜云彻 还要将他拜得彻彻底底 还会不惜一切手段 来践踏他的尊严 火魄云愣住 严绝海说的这些话 与他印象中的长生公子 根本无法重合到一起 他不会得逞的 火如烈道 云小子虽然骨头硬得很 但他也同样聪明得很 不会明知毫无半点圣机 还要强行坚持任人羞辱 不 慕冰云却是忧心地摇头 兵谋之中 闪过一抹痛苦的眸光 他就算知道洛长生的心思 就算知道不可能战胜洛长生 也绝不会甘心就此认输的 他反而会不惜一切地拖住 拼死地寻找 哪怕一丁点的希望 慕冰云的话 让火如烈和颜绝海愣住 满脸不减 为何 难道 还有什么隐情 慕冰云没有回答 也无法回答 雪秀下的双手不自觉地紧起 心中轻念 姐姐 如果你再救好了 只有你才有可能劝住他 可是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当年把他带回银雪界 骤天之音却忽然宣读了 玄神大会需要神洁境的限制 将他打落深渊 他从深渊中爬出 终于来到玄神大会 却忽然知道 唯有成为一千天选之子 才能入骤天界 他不惜违背原则 行以往自己不耻的作弊之举 不许冒骤天界之怒 终于强入骤天界 得到的 却是唯有风神守卫 方可践踏 这个让任何人都会绝望的目标 他依旧没有放弃 一路踩天骄 拜神子 生生地来到了问鼎之战 为了战胜洛长生 不惜以命相搏 这些命运的玩笑 一个比一个残酷 一个比一个让人绝望 但他全部踏了过来 谁都无法想象 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多少 付出了更多 更有一点慕兵云无比确定 这世上除了他 绝无第二个人可以做到 如今 终于止于最后的半步之遥 洛长生却一夜之间 成就神亡 到了这一步 云彻岂能甘心 慕兵云内心纠紧 第一次对命运的绝情 生出了强烈的愿意 哪怕他身中囚龙之毒的千年 都未有如此强烈 他离开故土 来到神界 只为见到一个人 这个小到近乎卑微的心愿 他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太多 为何命运却偏偏要一次次 如此残忍折磨于他 封神台上 云彻站直身体 他目中没有恐惧 唯有不断凝聚的阴狠 没有言语 云彻的身上 忽然同时燃起两种火光 左身金屋檐 右身凤凰檐 然后在他意念凝聚中缓缓交融 绽放起逐渐浓郁的飞红火光 就在这时 洛长生的同眸之中 陡然闪过一抹阴狠之芒 身影隐约出现了微小的晃动 哄 洛长生的身影不见了 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了云彻的身前 手掌附在了他的胸口 一股暴风之力 在云彻胸口猛烈爆开 洛长生的速度本就极快 成就神王之后 在风暴加持下 更是快到了极致 他的这一瞬身 宁心中的云彻 根本丝毫没有反应过来 就算观战中的水映月 陆冷川等神子 都是根本没有看清 洛长生究竟如何出现在了云彻的身前 巨响声中 云彻猛喷一口血雾 被远远地轰飞了出去 金屋檐和凤凰檐同时溃灭 当云彻重重砸落在地时 身上已再无一丝花光 云彻双臂撑地 连吐十几口心血 脸色从赤红转为苍白 全身气血如沸腾的火山一般 混乱不休 五脏六腑更是全部一味 哎 我忽然改变主意了 洛长生的傲慢中 带着快意的声音传来 不过 你可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 害怕你的红色火焰 而是要告诉你一件事 在我面前 现在的你 不过是个任我摆布的可怜玩物 我想让你用什么力量 你就可以用什么力量 我若不想 你就永远别想用出来 懂了吗 或者 洛长生的手指 缓缓下指 你也可以马上 在我面前认输投降 毕竟 当得丧败之犬 虽然难看 但好歹能少吃不少苦头啊 你说是不 云彻猛一咬牙 混账 洛长辰拍阿尔起 面罩运怒 长生 你 让他发泄 洛长辰话 未完全出口 便已被洛姑邪 强行阻下 你不会看不出来 败给云彻 对他打击极大 若不让他痛快地发泄出来 以后会有可能因此生出心魔 这不是心魔的问题 洛长辰怒声道 长生一向温雅 今日却失控至此 难不成 让东神域的人 从此都认为我洛长辰的儿子 其实是个心胸狭窄 严行恶毒卑劣之人 哼 洛姑邪的语气 却是陡然冷了下来 洛长辰 长生虽是你的儿子 但他从出生到现在 都是我在此陪伴 你做你高高在上的圣语界王 对长生除了偶尔夸赞 殉导几句 可曾对他有什么深入的关心 又可曾真正了解他 我 洛长辰一时雨色 圣语界如何 我毫不关心 但我对长生的了解 剩你百倍 长生如此 也是我的受益 这对他今后的玄道心境 只会有益 无虚拟的干涉 洛长辰嘴角抽动 许久 却是缓缓坐下 不再多发一言 但眉头依旧紧紧拧起 云彻当然知道 洛长生是在故意击他 不让他马上认输 但 洛长生的言行是多余的 云彻根本就没想过详 从开始到现在 没有哪怕一瞬间想到 他的脑海里 只有赢 必须赢 无论如何 无论什么方法 必须赢 云彻缓缓地站起 虽全身剧痛 但心念却拼尽全力地保持冷醒 一定有办法 一定有什么办法的 好好想想 自己还有什么可以用的方法 还有什么可以用的底牌 月晚心回 不行 就算是洛长生的全力一击 反正回去 也不过是将他创伤而已 还会在整个神界 暴露自己最重要的保命底牌 冰岩 或许可以将他中创 但长达数十息的融合时间 根本不可能实现 幻神 飞红火焰 都不行 洛长生的旋力 完全到了另外一个层面 无论何种手段 都根本不可能胜他 一丁点可能都没有 但 云彻目光缓缓抬起 心脏的跳动格外剧烈 要胜这场问鼎之战 并不一定需要胜洛长生 若能将他轰下风神台 也会直接获胜 云彻的目光逐渐凝实 胜成就神王的洛长生 是根本不可能的 唯一的可能和希望 便是将他打下三百里风神台 云彻的眼神变动 被洛长生盯在眼中 他嘴角一脸 慢悠悠地道 你是不是在想 该用什么方法 把我引到风神台边缘 然后再用某个手段 将我打下去 比如说 那能让人抑制崩溃的龙魂 云彻目光一宁 嘖嘖嘖 洛长生缓缓拍手 居然到现在都在想着 怎么才能赢我 真是让人钦佩 只可惜 你好像没听过一句话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谋略手段 都不过是笑话 不过 我还是非常建议你尝试一下 毕竟 洛长生眼眸上条 放射着轻蔑到极点的目光 这样才好玩吗 云彻一言不发 将截天剑换回手中 双目阴沉 冷冷地道 想完事吗 那我就好好陪你玩 一声暴响 云彻丝毫不顾伤势 玄气再度完全爆发 一剑砸向洛长生的头颅 可笑的挣扎 洛长生低笑一声 伸手直抓捷天剑 手上卷动起暴风之力 这一次 他并不是要以手向底 而是欲直接将截天剑夺下 云彻却是兵忙一闪 以断月浮影抖一身位 身后龙影乍现 天空苍蓝龙目睁开 释放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龙影 龙魂领域 好 龙影之下 天地都隐隐站立 洛长生刚刚轻蔑地说出龙魂二子 是他无比确信 以自己如今的神王之魂 绝无可能再如上次那般 在云彻忽然释放的龙魂下意识崩溃 但 龙神之魂的霸道 又岂是他能理解 镇天龙影之下 洛长生的双瞳瞬间失色 所有的轻蔑化作战力的恐惧 云彻剑身燃火 气势再次暴涨 直轰洛长生的头颅 啊 洛长生恐惧的身影 他仅存的意识 似乎感觉到了危险的来临 下意识地伸出相阻 砰 洛长生伸出的手臂被直接震开 凝聚云彻极限力量的截天剑 狠狠地轰落在洛长生的头上 一道火光以他的头颅为为中心 猛烈爆开 本章完 第1237章 残光绝灭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啊 一声恐惧的惨叫 洛长生被狠狠轰飞出去 瞬间横飞树里 重砸在地 云彻猛一咬牙 直追而上 截天剑再次轰落 洛长生却在这时忽然抬头 眼瞳中依然荡动着涣散和恐惧 但他的双手 却是艰难地拧起了几分玄气 迎向了云彻的截天剑 砰 一声重响 洛长生再次被扫飞出去 洛长生在恐惧之下 仓皇撑起的玄气 或许连一成都不到 但那毕竟是神王之力 云彻一被震得远远后翻 好一会儿才死死停住 他抬起头 视线之中 洛长生右手捂着额头 缓缓站了起来 身上 缠绕着一股骇人的力气 右手手掌的指缝之间 缓缓一出一道阴红的血流 云彻如遭雷击 定在那里 许久一动不动 洛长生手掌放下 看着手中的鲜血 他的双臂一阵颤抖 猛地抬头 盯着云彻的双筒涌上可怕的胸利 云彻 你居然让我流血 你居然伤害我的神王之躯 云彻毫无反应 心魂如被深渊吞没 龙魂领域 溃败了他的心魂和玄气防御 刚才那一剑 又是直轰在头颅之上 居然 只是在他的头上留下一道无关紧要伤口 但这道伤口 对洛长生而言 却无疑是天大的耻辱 而一剑暴头 又岂会只有外伤 他站起身来时 眼前一晃 竟是一个亮枪 险些再次扑倒在地 成就神王 他肆意挥洒自己的怨怒 本以为可以将云彻彻彻底底的揉令碾压 什么红色火焰也好 什么幻神龙魂也好 绝无可能再对他有半点威胁 但 自己居然在他的龙魂之下 精神顺溃 还被他击伤 还露出了刹那的狼狈 自己可是神王啊 云彻 干得好 骆长生目光阴沉如恶鬼 简直太好了 你说 我该怎么奖赏你呢 一个本就在发泄怨恨的人 再次恼羞成怒 无疑是极端可怕的 骆长生身上风暴涌动 一声嘀吼 终于第一次直扑云彻 身上释放的气息 也不负先前的温和 小心 慕冰云等人心下骤警 云彻未动 眼瞳之中 却陡然闪过一抹苍蓝之芒 龙影再现 又一声震视龙影 响彻在风神台的上空 吼 龙魂领域第二次释放 龙影之下 满场皆害 就连那些不被明显影响的神君 神主 意识面露惊燃 他居然还能催动第二次 龙皇一声低念 盯视云彻的目光再次微变 短时间内 连开两次龙魂领域 无疑会造成精神重损 但云彻已浑然不顾 因为 他已别无选择 而第二次龙魂既开 他也没有了任何退路 第二次龙魂领域 自然没有第一次强横 但依旧让骆长生全身巨震 心神堕入恐惧深渊 刚刚涌起的神王玄气 如潮水般溃散 而云彻一跃而起 身上猛然炸开直冲苍穹的火光 十滴凤凤凰险 九滴金屋险 自上一战强行引燃后 才在十轮珠里 看看恢复没多久 又在此刻 被他一瞬间全部引燃 凤凰与金屋两大神灵之威交叠附下 爆燃的阎光 只要的所有人 睁不开眼睛 但这并非全部 而仅仅只是开始 决决的光芒 在云彻瞳孔中震荡 然后化作两点星红的火光 邪神第五镜 炎黄 哄 云彻的身上 一下子爆开了鼻血 还要浓郁的可怕悬光 全身更是如直接被撑爆了一般 崩开十几道机舍的血流 伴随而至的 是一股暴增了不知多少倍 强横到让人瞬间心悸的恐怖气息 是 是上次那个 观战席今生一片 云彻眼前的世界血红一片 太过狂暴的力量 或许下一个瞬间 便会将他的身体彻底绞碎 连续两次龙魂领域 亦让他的精神 临近完全崩溃的边缘 强开龙魂 强然神血 强开炎黄 云彻的身后 已是无济黄泉 再无哪怕半步的退路 因为这是他所能找到的唯一希望 血色的世界 云彻的视线 已根本找不到骆长生的身影 但一丝 不肯溃散的意志 却牢牢锁定着他的存在 截天剑举起 在一声发狂野兽般的爆吼声中轰落 上一战强开炎黄时 云彻的状态已是极差 所以瞬间身魂皆溃 赌命挥出的一剑 也完全失控 未能直中骆长生 而只是余波扫爆 这一次 云彻的状态比上一次好上太多 至少身体溃裂之下 却并未完全失控 倾注他所有力量与意志 以及最后希望的一剑 砸向骆长生 截天剑砸落的一瞬间 云彻的双臂血肉外翻 经脉全部断裂 洛长生全身在恐惧中站立 失色的瞳孔中 勉强残存着两分清明 双臂在最后时刻横在了身前 闪动起一抹黄色悬光 哄 洛长生撑起的双臂和旋力 被一瞬震开 一道血色渐芒 结结实实地轰在了洛长生的身上 煞石如天星爆裂 数百丈风神台猛然破碎 一股染着血色的旋力风暴 在整个风神台疯狂卷动 久久不休 一声淒厉无比的惨叫 混杂在了旋力轰鸣声中 凄惨地让人根本无法相信 那竟是来自一个强大无匹的神王 炎黄之力爆开的中心 洛长生如被飓风席卷的残叶 被远远地轰飞了出去 横飞了数十里之遥 十数里之高 并在高空洒下连片的腥红血雨 长生 洛姑邪失声惊寒 脸色骤变 长生 洛长辰也是一下子站起 剧烈动容 观战锡一片哗然 眼珠子下巴掉了一地 无数人同时用了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无论如何 都不敢相信在眼前发生的一切 明明是完全碾压的局面 明明洛长生一只手 就可以挡下云车的全力轰击 明明洛长生 已成为强大的神王 云车这个层面的力量 面对一个真正的神王 要对他造成轻微创伤 都该是极其艰难的事 但 云车先前龙魂镇压 在一件创伤落长生的头部 已是让人瞠目惊然 而现在 他们竟是看到 他们竟是看到拥有神王之力的洛长生 在云车的一箭之下 洒血横飞 这不可能 身为至尊神主 又是最熟悉洛长生如今实力的洛姑邪 都是一脸无法相信的金色 邪神之力 是超越真神层面的创世神之力 又岂是凡人所能理解 但 云车本身 却终究只是凡人 倾注他的最后信念 甚至生命的一箭之下 他的世界完全混沌一片 当 捷天剑从他手中跌落 重砸在地 随之 他的身躯直挺挺的向后 倒在了破碎的地面之上 无数道血流 从他身体爆开的裂痕中 快速流液 转眼间 已在他身下 积成一片触目惊心的血痰 那到底是什么力量 居然 能重伤一个神王 严掘海正正道 云车 目冰云站起身来 失神的低念 这一剑虽然恐怖绝伦 但其代价是什么 上一战早已清楚地斩路 他看着云车倒下 看着云车所有气息快速溃散 看着云车的身下 铺开越来越大的血痰 这是云车付诸一切的一剑 只求那一抹唯一的渺茫希望 碰 风神台毕竟太大 这一剑终究无法将洛长生轰出 洛长生在空中横飞很远 狠狠杂落 又连摔十几个跟头 终于瘫落不动 屈慧尊者紧了紧眉头 没有言语 昏过去吧 一定要昏过去 沐冰云一双兵没死死拧紧 用尽一切心念呼喊着 但 才过去了短短数息 他的心变猛地沉下 因为洛长生的手臂忽然撑地 然后直直地站了起来 身上 盘踞起暴躁到极点的怒气 杀气 他的胸前 横着一道极长极深的血沟 森白的胸骨 肋骨清晰可见 整个前胸都被血色染满 触目惊心 洛长生脸上的肌肉 在痛苦之下剧烈抽搐 但比痛苦更剧烈的 是机遇将所有理智 都完全吞噬的屈辱与暴怒 无论脸色 还是眸光 都猙獰得无比骇人 如一头预示尽人 所有骨血的发狂凶兽 他的伤虽然看着吓人 但其气息 依旧是强横绝伦的神王玄器 并没有太过明显的衰弱 反倒是他屈辱暴怒之下的 情绪失控 让他的气息 更加忌人心魂 哎 慕冰云悠悠闭上了眼睛 结束了 结束了 风神台外 遥远的云端之上 一抹眼在云彩之后的娇小红影 一声同样的轻难 随着骆长生的站起 云彻最后那一丝渺茫稀迹 也彻彻底底的断绝 风神守卫于他而言 再没有了一丝可能性 但不知为何 他却没有任何该有的轻松感 充斥全身的 反而是一种痛苦的压抑 我要他夺风神守卫 是为了逼他绝望离开 为什么却会发展到这个结果 他败了 我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与他相见 但 现在的他 还回得去吗 那时的他 虽被很多人注意 但若他离开 亦会很快被人完全遗忘 但现在 他已太过耀眼 他为了获胜 更是不惜暴露了很多身上的隐秘 后果毫无疑问 已是强烈引发了一众东神域顶层人物的注意 这不是我要的结果 莫莉闭上眼睛 心魂苦涩地呢喃着 云彻全身上下皆是重疮 几乎找不到任何完好的地方 气息更是变得微弱不堪 或许连站起都已难以做到 洛长生虽然也伤得不轻 但比之云彻 则好得太多太多 气息更是依旧恐怖绝伦 一切都已成完全的定局 再无盯点其他的可能 本章完 第1238章 富士黑云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洛长生手掌附在胸前 一缕缕玄气 将胸前的巨大伤口逐渐封锁 然后一步一步 带着前所未有的凶煞利器 走向躺在血泊中 一动不动的云彻 屈会尊者 没有宣毒对战结束 因为云彻虽然气息已无比虚弱 但他依然在支撑着 意识没有昏迷 更没有出言认输 相反 他微微涣散的同谋之中 依然有光芒在不甘地挣扎 近乎本能地挣扎 云兄弟他 没有失去意识 火破云低声道 洛长生一步步来到云彻身前 一股阴冷的煞气 也笼罩在了云彻的身上 他抬起手臂 就在所有人以为他应该会带起一阵狂风 将连挣扎之力 都没有的对手 带下风神台时 他的手上 却是忽然拧起了一股骇人的风暴 然后在无数人不敢相信的惊呼声中 无情轰击在云彻的身上 云彻纵然全胜状态下 都不可能抗下这一击 何况如此重创 又毫无玄气抵御之下 一生 让人心脏俱颤的巨响中 云彻身体内部 如有一个火山爆开 连一丝身影都无法发出 便化作风暴中的一个残破血带 直飞出了很远很远 云彻 云 云兄弟 啊呀 银血颜神众人 全部下的脸色惨白 其他星界的人 也无不是满脸震惊 驱惠尊者眉头大皱 几乎忍不住出言呵斥 他是堂堂长生公子 一个半甲子突破神王的旷世奇才 在云彻已自创全身 毫无反抗之力下 居然下了如此之狠手 云彻从空中坠落 在风神台上滑出一道长长的血痕 才堪堪停住 空中那一大片许久都没消散的血污 让这一众神道选者 看着都心脏究竟 云彻落下的地方 距离风神台边缘不过几步之遥 他一动不动 更没有丝毫的声音 落长生这阴狠毒辣的一击之下 云彻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撑住 就算他当场横死 也不会有人奇怪 但 居会尊者虽然面色变动 却没有宣毒对战结束 落长生 他竟然 火如烈怒火冲顶 这才是他的本性啊 严绝海沉声道 然后脸色忽然一变 怎么还没结束 难道云彻他 还没昏过去 他在做什么 他到底还在强撑什么 云彻全身重疮 气弱油丝 这种状态之下 根本不用刻意 任何人都会直接昏死过去 云彻还保留意识 就只有唯一一个可能 那就是 他在挣扎 而且是倾尽全部残余意志的 极力挣扎 不让意识沉寂下去 落长生身影闪动 已再次来到云彻身前 云彻瘫倒在血泊之中 全身崩裂 创伤严重到纵失一个嗜血之人 都难以直视 气息更是薄弱到极点 但 已是如此惨壮的云彻 身体却依旧在微微抽搐 涣散的铜光 残留着一丝微弱 但极其顽强的残光 落长生伸手 抓在云彻的喉咙上 将他从地上拎起 死死地盯着他 只欲最后一丝光彩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 云彻已在他面前 溃败到如此地步 如今更是任由他摆布 但他心里却没有太多的快意 依旧像是 有个什么东西 死死地压在心魂上 因为对于云彻 他怨恨之余 其实更多的是 极度于恐惧 他可以使用幻神 可以将神炎融合 可以释放强横到极点的龙魂 他的旋力才是神洁境 却可以将神灵境巅峰的他击败 同样是神洁境 居然可以将他的神王之躯重创 这些他全都做不到 而且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到 他怎能不度 怎能不惧 但他不会承认这一点 因为他是东宇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他岂会嫉妒和忌惮别人 而云彻直到如今地步 居然依旧不屈 这让他心中的快意 无疑大减 他的手臂高抬 将云彻高高拎起 前方就是风神台边缘 他只要稍稍吹口气 便可将他带下风神台 结束这场一边倒的对战 也结束这一届风神之战 但 骆长生却是忽然蛇身 一声低吼 身上悬光涌动 将云彻向风神台狠狠摔落 云彻 目冰云瞬间雪蓉失色 碰 骆长生的旋力何其恐怖 这股距离之下 就是一个旋力全开的神灵旋者 也会被瞬间摔得四分五裂 血肉模糊 云彻的身躯重砸在地 一声巨响 风神台直接裂开 而云彻的身躯 被反震向十几里的高空 然后如凋零的枯叶般 无力坠落 并伴着又一片辛红的血雨 碰 云彻坠落 一动不动 但在这时 骆长生却是忽然高高跃起 向云彻直坠而下 在无数双皱缩的瞳孔中 他的手肘 狠狠地撞击在云彻的心口上 碰 云彻身下的风神台 四分五裂 他的口中喷出一道树杖之高的血溅 几乎把身体内残剩的血流 全部喷出 你 驱慧尊者的眉头皱沉 险些情绪失控 遥远云端之上 茉莉的指尖渗血 全身站立 目光放射出血色的铜光 死死压抑的杀气如一头 随时会失控的凶兽 你 驻 招 死 碰 龙皇忽然拍而起 脸上浮现起一抹无比可怕的阴沉 他的这个举动 让各大神帝全部侧目 心中惊燃 短暂的沉默 龙皇又缓缓地坐了回去 低声道 抱歉 龙某失态了 各大神帝都是微微点头 竟无一人敢出声 能让堂堂龙皇失态 看来 云彻身上的龙魂 绝对非同寻常啊 千叶影若有所思的道 不要说话 梵天神帝提醒道 这个世上 最不能触犯的 就是龙怒 骆长生 另一边 骆上臣再也无法按捺 一声抱吼 你在做什么 你是失心疯了吗 我说了 让他发现 骆姑邪冷冷地道 不让他把心中的愤怒 怨恨 屈辱 急 总之 不要阻拦他 若有什么后果 我一并担着 你就不怕他身败名裂吗 骆长臣声音 微带哆嗦 哼 骆姑邪却是冷哼一声 他是长生 不是你这个 永远把声望脸面 放在第一位 其他都可以 弃之不顾的圣语界王 骆长臣 观战席 哗然一片 每一张面孔 都在剧烈动容 他们不敢相信 传闻中的长生公子 竟会做出如此 失心残忍之举 更不敢相信 这一战 居然依旧没有结束 骆长臣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再敢伤害我的云车哥哥 等我长大了 我一定会杀掉你 嗯嗯 水梅音的声音 带着从未有过的愤怒 但他还会喊完 声音和娇躯 便已被水迁横 以悬气声声压住 他剧烈地挣扎着 星夜的同眸之中 不知不觉地 引动起欺然的泪光 以及 他自己 都未察觉的 一抹怨恨黑光 云车他 还保留意识 都已如此地步 他到底 还在坚持什么 水映月诗神道 云车只需自然昏迷过去 一切就可以结束 但落长生 一次次的残忍重击 他依旧强撑着 意识不肯沉寂 在那样的力量之下 他不死 都已堪称奇迹 无人可以想象 究竟要多么极致的意志和信念 才能依旧支撑 他到底在坚持什么 他不甘 还想要获胜 如今局面 他怎么可能还有翻身的希望 他自己也该清楚才对 他到底 还在坚持什么 宁愿被落长生如此蹂躏 也不甘任命沉寂 碰 落长生一脚踏在云车身上 将他胸口踩踏的剧烈下线 他半眯着眼 阴沉地道 云车 我忽然都有些佩服你了 居然强撑到现在都不肯昏过去 这可就齐了 我是该说你硬气呢 还是该说你蠢呢 哄 一声报名 云车的胸口血肉翻飞 云车 沐冰云再次失声 骆长生这一脚的力量所向 赫然是云车的悬脉 他闪身而起 来到风神台上空 面露祈求之色 屈会尊者 求你网开一面 允许晚辈 向云车说几句话 晚辈深知 风神之战的规则不可触犯 但如此下去 云车将是九死一生 屈会尊者看他一眼 却是没有音韵 就在目冰云准备再次祈求时 屈会尊者低沉的声音 却是忽然照下风扇台 云车 这一战 你已是必败无疑 沉下意识 比赛便可结束 你将为风神刺猬 荣光一生 而你若是强撑下去 落长生便可一直对你合理攻击 谁都不可干涉 你可不要为了一时的莫名硬气 而毁了自己的未来 屈会尊者的声音落下 全场一片静静 但云车那一抹死撑的意志 却依旧没有溃散 云车的世界时而血红 时而惨白 他已经感觉不到痛苦 就连自己的存在都极为模糊 他唯一能感受的 是落长生的气息 以及外面各种混杂的声音 莫名的硬气 哼 笑话 一个落长生 也配让我不甘 云车的心魂惨笑着 当一抹红影微微映现时 他的心魂又变得无比之温暖 莫莉 我能为你摘取婆罗花 我能为你来到神界 可现在 我却已无法为你问鼎这场风神之战 难道注定 我已无缘再见到你了吗 你我互不相欠 再不相见 开什么玩笑 这辈子都不可能 虽然 无能的我 已无法为你登顶风神之战 但至少 让我为了你 支撑到最后一刻 最后一丝意志 最后一缕信念 这是我 对你执着的证明 也是 我对自己无能的惩罚 碰 他的身躯 又一次被落长生 重重踢飞出去 他不知道 自己落在了哪里 也已无法查知 现在的自己已经伤到了何种程度 只是在用全部 支撑着最后的意识 我感觉不到疼痛 也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 现在 连悬脉的存在 都已完全感觉不到了 是悬气枯竭到极致 又或者 我的悬脉 被毁掉了吗 我的意识 也 云彻的瞳孔 逐渐的临近完全涣散 他的身上 最后一缕悬气 在这时忽然溃散 全身上下 从内到外 再无一丁点的旋利气息 哼 不错不错 居然还在撑着 骆长生不紧不慢地走向云彻 云彻撑得越久 他快意的同时 却也越是恼怒 他的脚步缓慢 但手上 已悄然拧起两股残忍的暴风之力 这次 他要直接将云彻的双臂切下来 而就在他距离云彻 只有时不知遥时 世界忽然陡然间暗了下来 没有任何的气息变动 没有任何的异常声响 没有任何的仙照 光线一下子变得无比暗沉 所有人下意识地抬头 然后又在一瞬间 齐齐面露惊骇 苍穹之上 黑云滚滚 无边无际 覆没着一切的光线 而就在上一个瞬间 天空还是晴空万里 偶有残云 各大神主 神帝 也都纷纷站起 眉头紧簇 因为就连他们 也丝毫没有察觉 这些黑云是从何而至 晴空万里 到黑云漫天 完全只是一瞬间 无法理解 无比诡异的一瞬间 黑云重重 翻滚不休 天地之间转眼间 已是几乎不能失误 而风神台的人并不知道的是 在同一个时间 整个东神域的上空 都已附满黑云 黑云在翻腾中缓缓下压 如一头忽然苏醒的暗黑魔神 欲将整个东神域 附入黑暗的深渊 本章完 第1239章 天道震怒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这是怎么回事 风神台彻底被金黄冲斥 天空越来越黑 以这些神道选者的目力 都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而一股无比压抑沉闷的气息 从上空压下 并越来越沉重 让所有人在窒息中 不受控制的灵魂净鸾 这是一种 整个苍穹即将塌陷 吞噬诸诗的恐怖感觉 风神台所有人都站起身来 抬头仰天 心魂皆亥 这等一瞬间 黑云覆天的可怕异象 不要说年轻选者 各大神帝和龙皇 也都从未曾见过 莫语 莫问 莫知 这究竟是和天帝异象 骤天神帝双眉景臣 向天机三老问道 对于骤天神帝的话 天机三老却是毫无反应 三人都呆呆地看着 在黑暗中滚动的苍穹 瞳孔中凝聚的惊骇之色 要远超他人何止十倍 身为天机三老 他们三人是整个神界 距离天到最近的人 一生都在窥视天机 见过无数的天帝异象 而天机界的天机神典中 亦记载着神界以来发生过的所有天帝异象 但 眼前异象 他们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天机神典中 更没有任何记载 而真正让他们惊骇欲绝的 是那几乎近在咫尺的天道之力 强窥天机 必遭天前 因而天机界的人 都是寿命极短 他们能够窥探天机 却也比其他人更加敬畏天道 而他们这一生 从未如此刻斑 如此清晰地感觉到天道之力的存在 本是虚无缥缈的天道之力 此时就在他们的上空翻滚卷动 似乎触手可及 扑通 莫语 莫问 莫知三老在同一时间 忽然重跪而下 全身伏地 战力不休 天机三老的异动 让骤天神帝心中微惊 这时 他身上悬光一闪 一个传音摇摇而至 让他脸色陡变 一声嘀吼 你说什么 堂堂骤天神帝竟会发出如此惊骇之音 众神帝 心神 月神 守护者 无不是瞬间侧目 龙皇低声道 发生了什么事 骤天神帝的胸口 重重起伏了一下 用无比低沉的语调道 这怪异黑云 不仅在我骤天界 东至神海 西至飞星 所有可传音至的星界 皆是黑云漫天 不可失误 极有可能 整个东神域 都已被黑云覆没 什么 骤天神帝的话 让风神台所有选者 无不大害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皇殿下 你再是三十五万载 可能见闻过如此一想 梵天神帝沉生道 龙皇缓缓摇头 是天道 是天道在震怒 俯首在地的墨宇大师 私声喊道 每一个字都带着源自骨髓的战力 轰隆隆 黑云依然在滚滚翻腾 并在翻滚中不断沉降 黑压压地附在所有人头顶和星魂之上 让他们在无法抗拒的压抑星际中彻底窒息 整个东神域都陷入了一片净乱 他们仰望着漆黑的天空 无边无际的黑云 似是末日来临的前兆 所有人在极度的骇然之下 都早已忘了身在何处 忘了此时正值风神之战的最后一战 咕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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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云车的双瞳一片昏暗 明明亦是江西 但不知为何 心脏跳动的声音却是无比的清晰 玄脉中的玄气本已完全消失 连玄脉的存在都已感觉不到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又感觉到一抹玄气不知从何处涌现 但 这股明明缘起在他身体之中的玄气 却又无比的陌生 他在不断躁动和膨胀 却像是一只被所死在牢笼中的凶兽 无法拖出 唯有猛烈地挣扎着 与此同时 一股奇异的威压 附住了他的全身 他的意识已无比微弱 却依旧能感受到 这股威压那无与伦比的恐怖 威压之中 混杂着愤怒 震惊 暴躁 似乎还有恐惧 那 是 什么 云彻失色 眼瞳茫然 看着漆黑的上空 而云彻身前不到 十步距离 落长生身躯 眼瞳 灵魂 全身上下每一道神经 每一根毛发 都在疯狂站立着 他距离云彻最近 要到达他的身前 只需瞬息 但 他本欲靠近的躯体 却是死死地僵在了那里 半台的脚步 也在颤抖中定格 因为一种不知从何而来 却可怕到极点的 感觉在告诉他 若在踏前半步 便会彻底堕入死亡深渊 永世不能翻身 他在惊惧中后退 每后退一步 这种恐怖的感觉 便会轻上一分 他后退的脚步加快 到了后来 几乎是仓皇远顿 但全身依旧是战力不休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天道震怒 到底什么意思 骤天神帝沉生道 音调虽然极力平稳 但他的目光 早已满是动荡 轰隆隆隆隆 一抹紫光忽然闪耀 昏暗压抑的世界 这抹紫光的闪耀 无疑瞬间吸引了 所有人的心神 倒到目光 全部转向紫光的来源 就在他们正上方 两片黑云交接之处 映现出一道 亮紫色的雷痕 随之是三道 五道 十道 百道 成千上万道 无数的雷痕 会成了一个巨大的雷遇 这 这是 乍现的雷痕和雷痕 所会成的雷遇 在场无数玄道强者 绝不陌生 因为 这赫然是突破 神节境瓶颈时 所必须遭遇的雷节前奏 凡人修神 必遭天前 除了王界一部登天的 特殊传承之外 无论人 妖 兽 灵 欲突破神节境 都必遭天道遣伐 成功扛过 便可成就神灵境 抗不过 轻则废 重则毕命 在神界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选者经历雷节 因而 在神界的上等层面 雷节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丝毫不会以置为奇 但 在神界选者的认知中 雷节来临的前奏 是在欲突破的选者上空 小范围雷云聚集 然后形成雷域 降下雷节 普通选者 一般是凝聚十里左右雷云 而最多最多 也不过几十里 至少从未听说过 有哪个选者的雷云 能超过百里 而头顶黑云遮天蔽日 将整个 东神域都覆没其中 宛若末日大劫的仙兆 又怎么可能会是雷节之云 因而 那刹那的念头闪过之后 又被所有人完全掐灭 虽然很相似 但绝无 可能是雷节前走 那么 这个在复天黑云之中 出现的紫色雷域 究竟是什么 黑云在沉降 雷域亦在沉降 随着雷域越来越低 越来越重的天道之威 也压在所有星魂之上 众人也在惊骇中逐渐发现 雷域中心的正下方 赫然是云车的所在 云车气若犹斯 一动不动 而他的全身 无论躯体还是血液 都完全沐浴在了雷域紫光之中 在这个被覆没所有光明的世界 显得尤为耀目 一切的一切 都和天道雷节的前奏一模一样 云车的旋力 刚好是 神节竟巅峰 骤天神帝难难道 难道 真的是 不 绝无可能 月神帝抬头仰天 这怎么可能会只是雷节 就算是上古魔神将士 也不至于 擦 上空忽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烈响 一道雷痕划过 似玉将整个苍穹撕裂成两半 一道湛紫色雷光 忽然在雷域中凝聚 并持续发出着可怕的丝鸣 天 天节雷光 无数选者在这一刻 全部尸口惊呼 就连各大神主也全部面露惊骇 目光僵直 这种特殊的雷电之芒 这种特殊的雷电气息 分明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天节雷光 这 这 真的是雷节 一个中卫界王 结结巴巴的道 不 不可能 这种惊世骇俗的臆想 怎么可能只是一个雷节 这个雷节 应该只是适逢其会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 啊 不对啊 云彻明明身受重创 旋力枯竭 这分明是最不可能突破的时候 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引来雷节 这种状态降下雷节 他岂不是必死无疑 覆没东神域的黑云 忽然出现在云彻上空的雷遇 这两者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 也不敢联系到一起 龙皇 依你之见 这些黑云 会是雷云吗 骤天神帝问道 声音无比缓慢 龙皇仰望天空 许久没有回答 亦或者不敢回答 雷遇依然在沉降 其中所凝聚的天节雷光 亦越来越浓郁 所有的光芒和气息 全部牢牢集中在云彻的身上 引雪界的人 早已是全部惊在那里 呆呆地看着 被紫光覆满全身的云彻 木冰云在这时 终于脸色骤变 糟了 云彻 他低呼一声 并要向前 却被木幻之瞬间阻住 不要过去 如果那真是云彻的雷结 你该知道 谁也不可能阻止和干涉 天道结雷 是对修神之人的浅乏 亦是一种考验 可在承受雷结前 以高等灵药 玄器 玄阵等方式筹备 这也是为什么 高位面星界 通过雷结的成功率更高 但绝不可靠外人之力干涉 否则非但不会有半点帮助 干涉之人 还必受天前 木兵云急声道 宗主曾反复叮咛过 云彻资质奇异 若突破神节 必引来多重雷结 所以 绝不可擅自踏出那一步 必须由他亲自为之 做好万全准备 怎么会 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忽然 咔嚓 雷光暴闪 霹雳惊空 一道天结雷光撕裂苍穹 直批云彻 啊 风神台惊呼一片 骇身无数 在神界选者的认知之中 天结雷光闪现的时间 都是百息左右 这似是天道给予选者的怜悯 赐予百息的准备之机 但 这道骤然披下的天结雷光 才闪现了短短不到五息 云彻 木兵云兵谋收缩 唯有一声惊喊 长生退开 洛姑邪意识一声大吼 屈慧尊者反应极快 瞬间收起风神台的结界 一股旋力 直扶洛长生 将他远远带离 轰隆 天结雷光披露在云彻的身上 一道千丈紫光 以云彻的身躯为中心爆开 释放着不可触碰 不可忤逆的天道神威 云 云彻 木兵云花蓉失色 郊躯 无力欲坠 他本已命悬一线 又怎么可能承受得下 如此天道之力 唯一的后果 就是灰飞烟灭 咔嚓 众人尚未反应过来 苍穹忽然又一次雷鸣炸响 两道天结雷光 从雷玉同时劈下 直落云彻 轰隆 覆没云彻的天道雷光 尚未有半点消散 便再度炸裂开 更加浓郁恐怖的紫芒 是 什么 这是 第二重雷结 这这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天资越高 遭受的雷结便会越强 普通选者 一般只会承受一重雷结 能遭遇两重雷结者 已是天赋超群 三重者极少 每一个都必是惊动一方的天才 四重者 则少如凤毛麟角 若不夭折 未来必为神君神主 而五重者 称之为千年难遇都不为过 而六重者 神界百万年历史 也只有过一个 以云彻在风神台上展露的风姿 他在突破神结境时 会引来多重雷结 三重 甚至四重 绝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哪怕五重 都不会让人太过惊讶 但 多重雷结降下时 每一重雷结之间 都会有十息左右的间隔 虽然不长 但也是极为珍贵 和重要的喘息之机 但 云彻的第二重雷结 距离第一重 竟只隔了半息 便忽然降下 咔嚓 众人惊一味消退 紧随着第二重 刚刚炸裂的天结雷光 苍穹再次被雷光撕裂 天结雷光在所有人如见鬼神的惊骇中 再次披露 而这一次 是整整四道雷光 第三重雷结 一息之内 三重雷结 七道天结雷光 对凡人 天道尚存怜悯 但此刻 却似是无比急躁决绝的 欲将之从天地之间抹杀 本章完 第1240章 六结骇士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擦轰 四道天结雷光披露而下 和先前的三道结雷交叠在一起 爆开一个更为巨大的雷玉 雷玉的中心 无疑便是云彻的所在 三重 连续三重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这 这真的是雷结 各大神王 神君 神主 巨师面面相去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挂着深深的亥然 和难以置信 三重雷结很少出现 但出现在云彻身上 毫不为奇 但三重雷结 竟在一息之内接连轰下 这是从未有过 连这些位于神道之巅的强者 都从未听闻过的事 骤天投影并没有中断 遍布东神域的星辰之碑 依旧完整折射着 风神台所发生的一切 无数选者呆望着 那个将云彻覆没的雷玉 连一众神君神主 都无法理解的异象 对他们的冲击 更是可想而知 连续三重劫雷之后 终于没有再继续降下 但苍穹之上的雷玉 却并未消失 其中的雷光篡动得愈加争鸣 银血严神众人 早已全部呆滞 惊得 几乎无法言语 风神台上 云彻的身影 完全被雷玉吞噬 无法看到它的存在 亦感觉不到了丝毫它的气息 龙皇殿下 西神玉可曾有过 骑将三重雷结之相 骤天神帝问道 从未有过 龙皇仰头 目视滚滚黑云 还未结束 骤天神帝眉头大动 声音很低 但带着深深的难以置信 也就是说 云彻依然活着 云彻在神节境巅峰时 便可战胜神灵境巅峰 一二 他能凭自身实力 抗下多重雷结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之事 但 如今云彻的状态 所有人都亲眼目睹 完完全全的冰死状态 以天道雷结之威 一道便可让他灰飞烟灭 而今 三重雷结骑将 整整七道劫雷 他竟然 依旧存活 劫雷之威 近在咫尺 绝无虚假 云彻到底是怎么在连续三重雷结下 活下来的 骤天神帝声音刚落 天空猛烈震荡 他抬头望天 难道 咔 这一声乍响 几乎将所有人耳膜狠狠撕裂 雷玉之中 八道紫光猙獰的闪动 然后骤批而下 第 第四重 雷结每多一众 劫雷数量并非是递增 而是恐怖的倍增 第一重雷结为一道劫雷 第二重为两道 第三重为四道 而第四重则为整整八道 比前三重加起来还要多 三重雷结和四重雷结 虽指一重之隔 但实则天壤之别 轰轰轰轰轰轰 八雷其轰 紫芒漫天 可不得场面和天道之威 经得一众神结选者 念如土色 却不知 那些经历神结没多久的神灵选者 比他们更为胆战心惊 因为 这和他们所经历的神结 完全不一样 恐怖了何止十倍 死 怎么会这样 师尊 都是四重雷结 为什么云兄弟的 和我的完全不一样 火破云惊喊道 火如烈一个字都无法解释 因为他心中的惊骇 丝毫不比火破云的少 火破云当初突破神结禁时 便是承受了四重雷结 在承受雷结之前 阎神三宗可谓不留余力 为火破云做了最充足的准备 之后四重雷结降下 一道 两道 四道 八道 循序渐进 一重比一重可怕 但每一重之间 也都会留有十息的喘息之机 而这十息喘息之机 火破云极为清楚的知道 其中每一息都是无比的重要 他甚至可以确信 如果每一重结雷的间隔 不是十息 而是八息的话 他绝无可能抗下第四重结雷 而云车的四重雷结 前三重在一息之内降下 第四重距离第三重 也才隔了短短不到三息 也就是不到五息的时间内 连降四重雷结 十五道结雷 火破云自问换成自己 别说安然抗下 能不能保住性命 都是未知 众人尚未从惊骇中回神 苍穹便再次震荡 雷玉闪耀起更加浓郁刺目的雷芒 而这次赫然是整整十六道雷芒 五 五 第五重 火破云当场失声 咔 所有的惊呼声 一瞬间便会被十六道交叠在一起的霹雳声所淹没 十六道天结雷光 从无上天阙坠下 会成一道巨型雷柱 轰落于云车的所在 那一刹那 整个苍穹都被要成了完全的紫色 一直在疯狂翻滚的黑云 化作了漫天紫云 世间充斥着仿佛无休止的天道雷鸣与浓郁紫芒 没有人能感知到云车的气息 更不会有人想到 此时的他处在怎样的状态 风神台上 天道劫雷疯狂肆虐 化作一个庞大的天结雷海 而雷海之中 原本瘫倒在地 命悬一线的云车 竟是缓缓地坐了起来 当第一道劫雷披落在他身上时 他全身巨震 无数道气流 直窜身体各大角落 这些气流虽然狂暴不堪 但却舒爽无比 似清凉 又似温暖 让他残破不堪的身躯 像是忽然置身于最轻柔的春风之中 这是雷杰吗 他仅存的意识告诉着他 天道劫雷接连降下 劫雷之力如狂暴的凶兽风涌向他的躯体 无意识间 他的头顶浮屠塔线 大道浮屠爵 在劫雷的刺激下快速运转 贪婪地吸收着劫雷之力 如一个在荒漠中奄奄一息的鱿鱼 呼吁天降瓢泼干露 这不是普通的玄雷 这是天劫雷光 是超出人之范畴的天道之力 他的强度或许并非那么惊世骇俗 毕竟只是对神劫选者的浅乏和考验 但其层面之高 却绝非人类所能理解和碰触 但 那只是对人类 云彻虽亦是一介凡人 但他却有着邪神的悬脉 有着邪神独有的雷灵邪体 作为混沌之初的元素创世神 邪神掌控着混沌最极致的元素之力 只要不拖出混沌这个层面 万雷皆可遇 哪怕天道皆雷 灵气向云彻的体内疯狂涌入 在层面极高的天节雷海中 灵气涌入的速度 远比在鸣寒天池 葬神火域中 还要猛烈 不满云彻全身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着 本枯竭的悬脉 以常人不可理解的速度 重生着悬气 云彻的精神 一时越来越清明 他端坐于天节雷海 宁星运转大道浮屠绝 在他主动掌控之下 灵气涌入的速度再度暴增 那些明明欲将他泯灭于世间的天节雷光 在披落向他时 非但没能伤他一丝一毫 反而化作了他的元气与力量 只是 却无人能亲眼目睹这一幕 而宁星中的云彻 亦不知外面已是何种的天翻地覆 他全身毛孔张开 大道浮屠绝运转到极致 整个人如 沐浴在世间最狂暴 却又最舒爽的暴风之中 而如此 他依然觉得不够 继续 再来更多 越多越好 继续啊 第四重 第五重雷杰奇将之后 短短三西之隔 天空骤闪三十二道雷光 出现了必将永久载入神界史册的惊世一幕 第 第六重雷杰 无数惊骇欲绝的声音飘荡在东神域的上空 会成久久不息的庞大音潮 能引来五重雷杰者 在整个神界都是极其之首 若能成功扛过 将来必为一世之尊 东神域四大王界的始祖 他们都是神节进时 引下了五重雷杰 因而 五重雷杰是何等概念 可见一般 而引下六重雷杰的 整个东神域 乃至整个神界百万年历史 也只出现过一个 可惜的是 那个金氏奇才 在扛过五重劫雷后 便奄奄一息 第六重劫雷降下的第一个瞬间 便灰飞烟灭 也就是说 在神界历史上 还从未出现过 真正通过六重雷杰的生灵 难道 神界史上第二个 引来六重雷杰的人就要出现 啊 依然不给任何人 从震惊中回神的机会 苍穹再度炸裂 三十二道天道劫雷 呈现出一个要式的雷阵 当空轰落 云彻的第六重雷杰 亦是整个神界历史 第二次现世的六重雷杰 在无数双 促然放大的瞳孔中 披落世间 而第四重 第五重 第六重雷杰 赫然是在实习之内 接连降下 本是最严苛 最不容错乱的天道之力 在今日便如失控 颠狂了一般 三十二道天节雷光 同时轰落 那是一副永远 不可能有人忘却 或许这辈子 也再不可能 见到第二次的场景 每个人的眼瞳 都被遮天的紫芒完全充斥 紫色的世界里 他们就像是被无形之力定格 无一人动弹 无一人出生 甚至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哪怕是强如神主 都在一次次地怀疑着 自己是否正身处幻梦之中 这个时候 以根本无人有暇去想 云彻是如何在 前五重雷杰之中存活下来 更无人知道 那震害着整个东神域的六重雷杰之下 云彻却是无比的安静安然 他的伤势 元气 玄气 在一块道堪称恐怖的速度恢复着 而他的躯体 也在大道浮屠绝所引入的天道之力下 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就连一直在旋转的浮屠塔 也隐隐释放出了一层 不同以往的奇异光芒 第六重雷杰之后 苍穹之上的雷玉 终于安静了下来 许久都没有雷光继续肆虐 唯有黑云依旧在翻滚 过了一会儿 雷玉开始缓缓地收缩起来 变得越来越小 众人的心魂 也总算从惊涛骇浪中 得以稍稍平复 终于 结束了 六重雷杰 神界史上第二次 我有生之年 竟亲眼目睹传说中的六重雷杰 我曾经以为 那个传说不过是编造出来的 原来 世间竟真的存在六重雷杰 神界竟战胜神灵竟巅峰 这个云彻 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怪胎 只是这样 应该灰飞烟灭了吧 风神台依旧被滚滚丝鸣的 天结雷海覆没 丝毫察觉不到云彻的存在 六重雷杰 流光界往水迁横 诗神泥南 六重雷杰啊 洛长辰 陆昼 君无名 这些立于东神域之巅的至尊神主 此刻皆如着了魔一般 惦念着同样的一句话 雷杰越多 便意味着天赋越高 越受天道忌惮 而六重雷杰 那是他们 都绝不曾奢望的殊荣 若真有一个人能引来 并成功扛过六重雷杰 那么 他将来所能达到的高度 这些绝世强者 也断然不敢估量和想象 第一个引来六重雷杰的人 已在劫雷下消亡 而第二个 云彻 以他引来雷杰时的状态 他真的有可能还存活吗 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风神台的雷海之上 等待着雷杰之力的消散 明知不可能 但每一个人的意识深处 却又都残存着那么一点点 如幻想一般的希望 因为那是云彻 他已经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奇迹 而龙皇在这时 却忽然仰头看向了天空 眉头猛地一沉 这时 与此同时 世界的颜色诡异变化 原本紫光灵灵的世界 忽然掺杂入了新红色的一芒 众人下意识地抬头 又在同一个瞬间 全部窒息 雷玉的收缩停止了 而原本占紫色的雷芒 正在发生着无法理解的一变 在扭曲中 一点一点转为深邃的新红色 如鲜血一般 本章完